六頭的國中在健康的當年 所政下的一張普葵書 在學校當中 先為鄉來亞伯伺濕學院的生態 也因為師匠都有亞伯背來背去 甚至團吃到個病的聲音 像是唱歌或是開港 這是他們起到學生機內的注意 老師也開始進行到科學研究 在這個主題也讓學校 在到工藝館第61次科學展覽的第2名 第3名 還有最佳鄉土耗材種的合成者 六頭國中建設當年 一家的一張普葵書 高頌在學校當中 生為向來變學取消一個官員的生態 也因為常常有背進背出 甚至傳出高頻的聲音 像是在唱歌或是在對談 這引起了學生的主意 老師也開始很享受於科學店的研究 他們手作的能力或者是探索的能力 甚至他們就是跑統計的能力 這些都是他們在這個實驗的過程當中 那在籌備科展的一個比賽的過程當中 他們學習到的一些能力 那孩子們從跌跌撞撞的過程當中 那學到團隊的合作 然後口說報告的資料的撰寫 那甚至他未來生涯發展的一個規劃 那這個都是孩子們學習到的能力 蒲葵樹上面 住了四五百隻的高頭腹 同學進行收集白癒 處理尊風也是發覺 他了解作為背了好性性的分析 新冠之後我們才開始這個實驗 因為那時候當時會懷疑說 蝙蝠身上有傳染那種冠酸病的 就是跟我們新冠長有點像 但是其實還是不一樣的 剛剛告訴你的 我們做完前世作業的話就是 我們會將這些蝠份以不同的方式處理 像我們可能會 那邊那個地方就是我們的蝠份堆積的地方 會做一些可能有沒有發酵啊 有沒有加水來調節它的營養的成分 然後再拿去施種 來看蝠份是不是一種成功的肥料 另外也進行變化 將來的統計和觀察 也對於變化高音頻來錄音演化 好 那上面這個裝置呢 是一個高頻的收音器 嗯 來 請出名一下 那這個是我們觀察到 就是東亞家腹 然後它其中有混雜一些高頭腹在裡面 類似這種就是它的音頻會比 東亞家腹還要稍微高一點 就是它會勾起來 但東亞家腹它不會 它就是成一直 類似一直線的這種東西 對 它看它的頻率高低 就大概可以知道是哪一種蝙蝠 沒有請自來的變化生態 在白季的氣味和生理進行整個月 也合得嘉義官 第六十一階的科學典籃第二名 第三名 以及追加鄉土告宰獎的價值 謝忻新聞創民動 陸超陽 採用保德 嘉義縣是農業縣 造成人口外流 人才流失 目前我們的馬酬厚產業園區 水上南徑 中埔公館 明雄航太 以及我們的科學園區 正在發展當中 嘉義將往榮公大縣的夢想前進 我們將增加就業機會 讓在地以及各地的人才 有機會在這裡發展 科學園區總經會85億已經核定 榮公大縣的核出頭 將帶動嘉義往世界前進 新的一年 科學園區苦苦生風 榮公大縣正在實現 我是在地匯仁 上面有留意的 未來可以更多用 榮公大縣正在捷運 從200430-2000 靠近跟雅大的